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大家其实更记得你 我们觉得一个要让人家记住 就是要取一个响亮的名字 响亮的外号 我们把当作你的那个艺名 走跳江湖艺名 光荣会吹萨克斯丰 你出去吹萨克斯丰的时候 你是用小蝸牛来当你的名字吗 因为萨斯丰他有时候 他的旋律会比较快一点 而且我也比较喜欢快一点 所以我就比较少用 蝸牛这个外号 比较不搭齁 但是我要爆料一下 因为我的偶像就是菊芬 因为菊芬 他会大提琴 我每次看到他在那边练大提琴 我都是一直想到我们 小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 神通情人梦 对不对 他里面就有那个女主角在隔壁 拉那个大提琴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听众都很年轻 没有人听过你这个 连我都没听过 对说也是 这样不小心暴露的小弟我的年纪 不是我跟你说 像我们这种就是不会 不会在那边厚脸皮在那边练 像光荣就是很会不用练 只要接到通告 就拿提着乐器 就出去就上台了 当街头艺人 我还真的是街头艺人 那真的吗 真的 因为我前一阵才去申请 台北市的街头艺人 还通过了 不用考试吗 现在改了 改成就是一个登记制 但是有些外面一些县市 他还是需要用考试 可是他不用看你表演是什么东西来决定 对啊 这其实也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现象 但是也是有人讲说 因为你街头艺人是比较free 比较free 算是一个工作吧 不要那么管制 因为就是说法令上的规定 应该说是宪法上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不能去限制人家的职业 所以他地方政府才去更改这样一个规定 不过这个我们比较不清楚 但最主要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能够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把一些 你自己本身想学的一些技艺啊 艺术啊 能够展现出来 来娱乐大家嘛 我跟你讲 我觉得学音乐的人真的是 是一个不可预料的人生 像我们小的时候 开始学乐器的时候啊 你都不会想到需要成果发表 上台表演 上台检定 这件事嘛 对不对 一直想要自己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面啊 弹琴啊 拉琴 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就好啦 然后给老师通过了就好啦 现在 学音乐的人 你一定要上台耶 对 这个 这个万一个性很害羞的人怎么办啊 这上台很挫 我以前拉二胡 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表演的时候 台下的人说我手都在抖耶 哈哈哈 真的 你看我是已经脸皮厚到一个那种 城墙铁壁的厚 是是是 我拉我都 我都记得我那种抖法你知道吗 对对对 那种手在那边拉二胡在那边抖 对 其实这个对我们本人 对我们人而言啊 这个其实是一种修炼 真的喔 对对 就跟我们这出戏一样 想要修炼呢 其实我觉得演员更神奇 嗯 因为呢演员他 他就是个人 对不对 他是个艺人 当然他要多方面的学习 对啊 可是有东西 真的会超出他的 学习范围 是是是 而且还不太容易 像有的要表演的 表演乐器的 对对对 那种可能之前就要集训 对对 然后你说像那种表演 假如他演个武道家 是 武打啊 那种明星 他们也要练耶 我觉得演员不容易耶 对对对 没错 像我们去年 有一部戏叫《一如阳光》 那《一如阳光》里面的女主角 她本身就是很会吹萨斯丰 然后她的男主角 也是一样 也会很会吹萨斯丰 结果她的男主角 饰演她的是一位 我们德国的艺人 德国艺人她本身不会 她就找我去教她怎么吹 结果我那天去教她 她是这辈子第一次碰到萨斯丰 她就很痛苦 然后我们把话讲回好了 我们阿芬的幸福修炼特殊戏 里面阿芬也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饰演她的陈婉婷 这位艺人她也是要去学习 如何去修美 对 像修芬师姐一样 她用修美 结果她没想到在拍摄过程当中 因为她这段戏要拍得很细 很多都是一些细节的部分 她很用心的去学 她现在修了 还可以 师姐说修的比她还要好 所以我觉得演员也是有天分 像你说学乐器 学修美 这种东西也是跟美 跟艺术是有关系的 是 说明他们学这种东西 他们就是 对本身有艺术的底子 对他们可能学音乐 舞蹈 美学 可是我觉得乐器这件事情 真的太难了 那你刚刚讲那个萨克斯丰 她后来是用动作装个很像而已 她不可能自己真的那个 对这个我们就要报一下 幕后的花絮 后来 据我们可靠的消息指出 包含女主角谢佩恩 她在吹这个萨克斯丰 刚好那出戏是在晚上拍 结果她这出戏拍完之后 隔壁邻居就抗议了 其实这样的花絮其实很多 我们经常在遇到拍摄的时候 有些场景不适合 或者是有些场景需要 拉二胡 吹上风 弹钢琴 甚至于在街上去 大吼大叫 毛毛毛你给我回来 但问题是那是晚上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就经常 会被抗议 那我们上一次 上一出戏阿良的龜白人生 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有一些 年轻人毒贩 然后就是因为警察上门 要把他带走 结果警察就开到门口 我们就拍那场戏 哇我们这个摄影机掉高 灯光一大 结果我们隔壁邻居 对 惊动邻居 全部都跑来 羊羁药饭在我家隔壁 全部都把他围起来 对 结果我们导演拍那个画面 拍得太好了 拍得非常非常的像 简直就是跟真的一样 然后主要邻居 还会指指点点 你看就是那个坏 那个坏蛋 就是这样 我们千万不要跟他们学习 大家自动入戏 对 没有去了一个布末花絮 如果这样 那我就觉得 那我如果拍戏阿 我如果演一个病人阿 或是我 演我在睡觉阿 这样我好多了吧 这样是不是比较容易 这样其实也是会有一些问题 我跟你讲 我觉得演死人很累 我每次看到演死人的戏 那个镜头这样掉的 掉他 掉画面掉他 我就看他憋气憋多久 不能呼吸 对 绝对是不能呼吸 因为你的胸口不能起伏 还是说他用肚子呼吸 可是还是会动 所以你要放松 你知道 整个人是放松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经常会看到有一些 不要讲说是顽固 我们就讲说是睡着好了 因为睡觉你眼皮也不会这样动阿 对 所以说拍睡觉的戏 你要特别注意 我们导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他在特写的时候他的眼睛千万不要去晃动 对 那就NG 对或者是他的呼吸 因为有时候演员会紧张 因为他呼吸那么急促 睡觉怎么会呼吸那么急促 其实这种小细节 很多观众也是看得出来的 那搞不好拍个睡觉也很累 是没错 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或者是真的睡着 那也不错 对刚刚有提到一些 比如说拍重病阿 或是拍我们临终前 像这样的一个花絮 有时候我们演员 因为他会在旁边 他可能会哭泣 他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个起伏 结果这个情绪的起伏 非常的剧烈 影响到 正正躺在床上的那位演员 他真的入戏了 他也入戏了 入戏了 他也入戏了 他哭了 对 结果他眼泪流出来了 死人哭了 那就有点尴尬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花絮上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 像阿芬幸福修炼 就有睡觉的戏 对不对 对 这个是在 观众如果有印象的话 应该是在第三集 那第三集就是 我们的描述阿芬 就是陈婉婷饰演的这位 江秀芬师姐 他失恋了 失恋了 他很难过 回到老家 这个关起门来 做了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 因为剧情已经演过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段花絮 这是他演睡觉的事情 演拍睡觉戏 大家看到 他怎么那么开心 他睡得好自在 对 他为什么那么开心 可能各位听众朋友没有看到这样的画面 好开心 哇 他睡得好开心 旁边还有很多零食 那实际上这场戏 据说是拍了将近半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半天的时间 婉婷要躺在床上 所以说他一刚开始的时候很开心 因为本来的戏都是一直在走动 要不然就是在等待 结果他这场戏 他是躺在床上躺了半天 从很开心 变得觉得有点累了 对 就开始 眼睡觉也会累了 对 开始腰痠背痛了 所以说这个拍 躺在床上的戏 也不见得那么好 因为你床上戏 因为你床上有很多的摆设的物品 像他这一场 他是床上他要吃一些零食啊 他还要看漫画啊 还有他脸上也有一些化妆 书妆打扮这些 所以这些你都不能去动 因为这样会没办法联系 你就说我去休息一下什么 回来了 哇没办法联了 喔还会有这种事 观众的眼睛是看得很仔细的 因为你这个房间里面的摆设 是比较特殊的 是因为你失恋 那你可能是心情受创啊怎么样的 所以你没办法去休息 一定要把这种戏给他拍完 拍完整 那偏偏又有很多戏 他是他爸爸啊 还有他姐姐啊 那开门啊 进来看他啊 什么的 所以说他一直要等 等待外面的戏进来 所以说婉婷她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待了一整个半天的时间 大概 接下来未来24小时 不想再躺着 所以他开心只是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 好 那这个是送便当这个戏 对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就是阿芬 他这段戏他是在第十集的时候 那第十集就是阿芬 他想说我们先生很辛苦啊 开计程车啊 他想我可以去送热腾腾的便当 他很开心 一送便当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这段花絮 这段拍摄的花絮 其实也蛮有趣的 你看我做得多好啊 在你同事面前大有荒唐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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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着汤 然后放着东西 我私底下是也没有到这么夸张 但是我觉得 可以在这次的戏里面 玩到这些 比较不一样的喜剧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开心耶 我看到了当下 我就是笑到流眼泪 因为我觉得 除了阿芬哥以外 然后还有在后面 玩彩球的那几位大哥 因为他们都好man喔 然后他们突然这样 我真的觉得太幽默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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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的是一个人 可以比较跳脱出这个角色 因为其实蔡建华这个角色 他本身的个性就是 也是很内敛的 然后其实他也不会 太多的喜怒哀乐 那导演既然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可以做自己了 好 很欢乐 很欢乐的画面 那这个画面其实也蛮难得的 因为这出戏里面 阿布他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属于老实 垃圾寡言笑 他是很爱家 但是他们比较不会去开玩笑 或者是比较不会去做一个 耍宝的动作 什么这一类的一个 一个角色的设定 但是这一段戏 他实际上是一个想像中的戏 想像中 这是想像的戏 就是说阿芬他把便当送到他 建华的他先生的面前 他先生非常开心的去迎接他 然后他的同事也非常热烈的 哇 热烈欢迎 他拿了彩球 这样一直欢迎 实际上这样的戏 虽然只是出现个几秒钟 因为那个是阿芬的想像 但实际上这出戏 刚刚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在大热天里面拍的 那又要展现出 阿芬他对 哎 先生啊 我带了便当来 我当太太的一个爱心 要展现这一块 那又要展现这位先生很欣喜 很兴奋 非常惊喜的去接受 但实际上这出戏可能只是出现个几秒钟而已 但是因为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个氛围 来凸显这出戏 他是一个清喜剧的氛围 其实也藉由这样的一个画面 来跟大家讲说 其实你要注意到先生的健康 你要注意到现实 因为他这出戏 他是从台北搭计乘车到桃园去送便当 所以他先生 哦 实际上的反应不是这样 对 因为很心痛啊 你你你你你 开心你做事 对 他以为老公会很开心 实际上花了钱根本就不服现实 不是他老公太不浪漫了 人家这种心意是无价的 这是太不懂了啦 太不懂女人的心情了 这讲到学习 这是学习开车咯 对 这一段戏是在第二十二集 其实也是我们在前 是昨天嘛还是前天 对前天第二十二集的时候的一个剧情 那就是我们剧情里面 其实只是描述我们慈忌人 我们在慈忌人在互相帮助的时候 我们在执行我们自己本身的 这个复卫任务的时候 或是我们环保任务的时候 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境 就是我们没有驾驶可以来开车 来载我们这些环保的物品 那这段戏里面就提到就是说 我们文术真诗集 他因为人手不足 他一定要去学手牌车 也不是说学啊 他要去回复一下手牌车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自牌车 他要去练习一下手牌车 那这样的一个剧情 它是一个真实的剧情 真实的故事 但是反映到演员身上的时候 就是由段可峰 他所饰演的文术真诗集 他要去经历这一段 所以说我们的段可峰 他就有点辛苦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段可峰 这一段的画面 这手牌人家都说 上下坡容易熄火 对 因为他有在扣垃圾 扣垃圾 扣垃圾 首先让他进入写维园 扣垃圾 等等 等一下 什么是什么 好特别 123 4 R retr bouncy 牛肉厅你先慢慢放 你等一下 corona 牛肉厅你先慢慢放 你先慢慢往前看 cooperate Fix AD 停 我真的手忙腳亂耶 我真的手忙腳亂 不知道我要幹嘛 非常害怕紅燈 又要挺又要從頭開始 手排喔 太久沒開 我覺得他在文書三師姐 手腳不會定用 我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還好啦 就是經過一下下 我們再練習一下 就可以上手了 不要放太快 剛剛說要爬要記得喔 開出去了 對啊 OK 剛剛我們各位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如果有看到畫面 這個位置囉 我想一想 那文書三師姐他真的正式 等一下 他當時要回復開手 一二三四 那實際上跟段合作 他的視野正式一樣 所以我們導演在拍這場戲的時候 也是拍到了真實的情況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就是說 我們可以說我們拍一部戲 很多的完美去結合起來出來 也可以顯示我們大愛劇場說 這真的是不簡單的 也一個真人真實的故事 也關於大家 在看演戲的時候 除了是被這個劇情多感動 也可以去仔細的觀察一下 裡面一些小小的感覺 我們接下來呢 來播一段那個 我們大愛劇場的片花好了 光榮有沒有推薦我們 看哪一段片花 片花 練習一下就可以 現在目前我們已經 已經開到快 播到快第二四期了 今天是第二四期 那我們還有六期 那我們就結合一下劇情 我們再播放一下 我們有一個 好像是30秒的吧 還是一分鐘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讓我們這個 先切換一下我們的簡報的檔案 這個嗎 這兩個其中一個 好 應該是家家有本來念的景點 對 來 我們看一下 但是他現在 對 就這個 就是要幸福知道修煉 很難有那個 紅白就得來的 就是不幸福要修煉成幸福 幸福要修煉成 維持幸福 這不容易 這不容易 不僅一般韓徹 你就是 吊太人力的窗口啊 好像就是 你說眼睛看到了 平凡的這種幸福 那都是一堆 很長的時間 然後在這當中裡面的人 很努力在進行出來 不然不容易 對不對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 回到我們的這個 分享的部分 回到我們今天的花絮的部分 好 這個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好厲害喔 對 我們觀眾朋友 可以看到我們的 這個畫面上 出現的就是一個警察 那其實我們在劇情裡面 我們也看到 我們在中後段的時候 阿芬他回到他的工作職場 就是在警察局 他最早期的警察局 就是在台北市 台北市 現在那個地方叫做 上塔優 上塔優 這個地名好像沒有了 因為後來 基隆河結彎取值之後 這個地方就 就變成河道了 好像有變成塔優路 對 有一個塔優路 對 因為我們家會 我們家會 就是 離那邊很近 對 所以以前那邊是一個地區 叫做上塔優 我以前在 當軍人的時候 也曾經去過那裡 那邊也有個營區 這個跟我們這個沒有關係 這就是要還原我們台北市警察局 當年的台北市警察局 那個是四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的 台北市警察局的樣子 所以說我們除了 我們除了要把警察局 給他 待會會提到 警察局的場景以外 我們還要還原 當年 警員 員警們 他們所騎的野狼摩托車 而且我看到影片 我快抄笑死 他那上面 他的車子 車身 就打造了 現在他是用貼貼紙的 正常應該是噴漆噴上去 對 然後我一開始噢 這用貼貼紙的 我覺得我們這個美術呢 他就很像是那個 波拉A夢 會嗎 魔術式 對 慢慢放 欸 欸 為什麼人家追在他後面跑 是他不會騎 他不會騎 那是打打車 我們現在其實跟 自來車的情況 一樣的 我們來聽聽他 欸 講完了 我們驗了一下這個 77年代的警察的這個 辛苦了 我自己本身覺得 就是我對於警察是很欽佩 因為就是 你看像 紅霞雨啊 拖太陽的大 或者是晚上啊 很危險 都要在外面指揮交通 什麼的 對所以 其實我對警察這個 這個角色是非常 抱歸我尊重的心 已經快原地停住了 然後就是 我家相口表達 好 所以你要記得 出來的時候 就覺得你 這一段你就要表現你的不舒服 有開過的時候被車撞 演摔倒的心 那摔車震是第一次 然後 然後第一次摔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壓到腳 就是還好沒有什麼樣子 導演剛剛說就是 你越慢越好越慢 我剛剛基本上是打N檔的氣 對啊 我沒有再追蹤 結果倒的時候是 非常慢的速度 所以一切都很安全 這是拍摔倒的到地上的 對 剛剛這個畫面 兩階段摔倒 對剛剛這個畫面 大家可能沒有看到的觀眾 沒關係 聽眾沒有看到沒關係 我們可以描述一下 這個就是 我們在拍警員 他員警很辛苦 在巡邏的過程當中 很中暑 因為太陽太大了 中暑了 然後他騎摩車到地 所以我們不可能 所以我們不可能 他這樣的畫面呢 在我們花絮上 來拍 在花絮上來講 他還有三重意義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來拍到的 會嗎 幫你 慢慢推慢慢放 欸欸欸欸 那第二個就是 在道具方面 道具方面 真的是不簡單 你能找到 野狼機車就已經很難了 那更何況 真正的可以打 可以開的 可以騎的 可以騎的 騎的動的 那另外 或者是晚上 演員也是一樣 在外面指揮交通 什麼的 所以 其實我對警察這個 這個角色是非常 尊重的 他的動力非常強 喔 耐就對了 他是很容易就 打狗了 你知道嗎 真的 他的出速很快 衝的那個速度很快 一不小心他就衝出去 所以剛剛我們在裡面 可以看到 畫面就可以看到 就說 你們為什麼衝出去 大家欸欸欸 他都很緊張 他就擔心 他萬一再衝出去 壓到腳 有可能就翻車 好 那第三個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你會鋪 鋪彈簧床 在地上 你沒有在吹 為什麼要鋪彈簧床 壓到腳 還好沒有什麼壓到 我們要拍的是 他擊機車 中暑倒地 這樣 一方面 除了給 這段你就要表演 有一個 二方面 不好意思 這個道具也很貴的 我們要保護道具 因為道具這樣 一直倒來倒去 可能就壞掉了 那我們可能要賠不少錢 這個道具還貴 很貴一定 因為稀有 稀有 稀有的摩托車 原來如此 是 這個 我們拍攝 花絮上比較有趣的地方 你說道具 有時候 如果那種擺設的 你還可以把它做出來 是 你這個要能動 就有點累了 好 那我們來聽一下這首 這一齣戲的片頭曲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這個 請我們的partner Eric 來讓大家欣賞一下 阿芬的幸福修煉的片頭曲 重溫一下 嗯 累了一轉天 只要看見幸福的臉 煩惱不見 辛苦不見 汗水也都甜 繞了一轉圈 我們又在這裡見面 方向對了 時間對了 一起走向前 雖然世界不會為了我們而改變 但是我們可以努力改變這世界 因為愛在你我之間牽起了一條線 每一雙手 有了共同的語言 過程總會苦澀 也有酸甜 就把挫折當作成長的考驗 因為愛在我 愛的回歸一線 一分真心關懷 冰雪融解 走到哪裡 都是溫暖的季節 偃個肚子 累了一整天 只要看見幸福的臉 煩惱不見 辛苦不見 儿 semin н AU 一整圈 我们又在这里见面 方向对了 时间对了 一起走向前 虽然世界不会为了我们而改变 但是我们可以努力改变 这世界 因为爱在你我之间 牵起了一条线 每一双手有了共同的语言 过程总会苦涩 也有酸甜 就把挫折当作成长的考验 因为爱在我们之间 心里划出了一个缘 绕着世界 珍惜爱的回归一线 一份真心关怀 雪融解 走到哪里 都是温暖的季节 因为爱在我们心里 画出了一个缘 绕着世界 绕着世界 拴起爱的回归一线 一份真心关怀 冰雪融解 走到哪里 都是温暖的季节 都是温暖的季节 已經延續聽了23天了 可能不止 我覺得這首曲我覺得好好聽 對啊 而且很勵志 我覺得我們帶在劇場很厲害 就是我們會特別做我們的片頭片尾曲 是 就算不是特別做的 也挑的是非常的合 對 所以就是 非常符合我們的劇情的裡面的一些藥質 或是裡面一些鋼藥 或是裡面的精神 那其實這部戲 分成幸福修練 它本身就是一個清喜劇 我們剛剛有特別強調 那其實剛好在我們現在這個 疫情的當下 剛好是有一個振奮人心的作用 那也可以綜合一下 我們整個社會比較緊張的一個氛圍 那剛好我們現在快結束了 剛好又是一個奧運的快結束的一個 這個情況 也是剛好可以 我覺得很多的一個巧合 都做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結合 很好很好 就是你看在疫情的期間 大家心情生活已經有點悶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要看一點喜劇 這樣大家會比較開心 對 好 沒錯 那我們就繼續開心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樣的花絮 那蜘蛛戲 另外還有一個花絮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很多的場景都是在警察局 對啊 因為很多警察嘛 很多警察的角色 對 但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這個警察局是真正的警察局喔 而且啊 所以它跟40年前長的一模一樣 它都沒有改建喔 因為現在有的警察局 感覺非常的新穎 重建了嘛 這個是等於都沒有重建過 所以我們要找到沒有重建過的 或是可以保留原汁原味 以前三四十年前的警察局 真的很不簡單 所以我們就往中南部去找 我們在抖六找到了 抖六剛好是我的故鄉 我是抖六高中畢業的 所以我也非常了解 他們就是在抖南 抖南分局的四維派出所 找到這樣的一個場景 而我剛剛所提到就是說 它是真正的一個警察局 而且是現役的警察局 還在用 還在使用的警察局 厲害厲害 所以我們在裝設這個警察局的時候 我們不要不要講別的 我們講電話好了 我們現在的電話 當然是跟三四十年前的電話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設設 會不會是那種要轉圈的那種 叮叮叮叮 不會吧 沒有那麼久 對它就有案件事了 是案件 它已經進步到案件了 對案件事 但是比較老舊型的那種案件事 的那種分機 因為它報案嘛 或是有要接電話什麼的 我們就要做這樣 把這樣的一個道具找到之後 還要做一個箱子 做一個小盒子 把嶄新的現代化的電話 先把它藏起來 它框起來 上面是舊的電話 等到真的有人報案的時候 趕快拿起來 哎呀真的有人報案囉 那拍戲的時候 萬一不小心電話就響了怎麼辦 因為你還是不能 反害這個警察局的運作嘛 你不能說我們今天拍戲 今天警察局來報案電話 一律不受理 不行啊 沒錯沒錯 哇好難喔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段影片 這蠻有趣的 這真的太難了 它就寫行李錄跟火災錄 好 這真的警察嗎 這真的警察 它還真的剛好電話 再把它結起來 結完了再蓋上去 斗南分局四圍派出所 它不但借我們拍 讓我們拍實體 其中有一個很有趣的畫面 就是我們是演民國 七十多年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的電話 都是很舊的 我們拍的時候 就要換成我們的道具 就蓋在他們原有的電話上面 遠景同仁 就把這個舊的電話拿開 然後接電話 然後講完以後 掛電話 然後再把我們的電話 掛上去 哇塞 這樣子都還非常非常認真的 在辦公 謝謝他們的支持 謝謝他們的幫忙 把警察舉的那些電腦 全部擋起來 而且是警員 它要掐工 然後要辦公 最近為什麼弄那麼髒 這是另外一個場域 而且它是三個位置 而且三個位置 同時可以打開 然後同時三個人去打開 這個就是做一個櫃子 對 這是我們也擋 然後模擬頭我也擋 所以這個景 基本上能擋的我都擋了 做櫃子 那 為什麼要擋起來 對 我們剛剛從那個畫面裡面 就可以看到 在警察局面 那就是心裡一點都能夠活在 我們馬上還做個櫃子 那櫃子的後面 是真正現在正在現役的警察 那你要做個櫃子上面才能夠提供文 他不但借我們來要我們來實情 還原不是假的啦 還原現場 對 我們要偷棄誰啊 就是我們是連民國七十多年的事情 那個時候的電話都是很舊的 我們拍的時候就要換成我們的道具 就蓋在他們原有的電話上面 遠景同仁就把這個借我的電話拿開 還原當時的故事 講完以後 掛電話然後再把我們的電話掛上去 哇塞 這樣子都非常非常認真的在辦公 謝謝他們的支持 謝謝他們的幫忙 他們在這樣一個情景當中 他這樣才能真正展現的 家包人是要兇器 那把主力人注意本身安全 特別怕警察局的那些電腦 需要打起來 而且是紀元 他要加工 要辦公 有什麼東西要打電腦的時候 我覺得這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萬一沒找到這樣的地方 就還真的要找一個房子 去把它佈置成食材 是啊 那是更大的工程 所以這個基本上 大部分都要弄一些當初的工文 對對對 沒錯 所以真的不容易 那這樣其實就可以講到 我們另外一個場景 那我們另外一個場景就是 阿芬他在 他差不多在第五集 他就進到家庭的修煉了 就是他跟建華就結婚了 他就到公公婆婆家住了 但是在公公婆婆家 他也是一樣也是三四十年前的 一個公寓啊一個住宅啊 但是這樣的一個公寓這樣一個住宅 那你也要有三四十年前一樣的 因為三四十年前我們的建材是不一樣的 我們大門的擺設還有大門的旁邊的一些 不管是 門牌一定長得不一樣 對 門牌或者是你的 收郵件的一個郵件的信箱 對 也不一樣 另外還有那個圍牆 因為我們早期的圍牆 上面都是什麼碎玻璃 對對對 防止小偷爬進來 對對對 那另外還有釘子啊 釘子我沒看過 我都看到玻璃 我們後來才會變成是一個 是一個花狀 然後上面有一個尖尖的 對 類似那個武器這樣一根一根的 後來才會變成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最早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土法鏈鋼的方式 用玻璃碎片這些 那這個我們的美術設計 在拍攝這場戲的時候 其實他有考慮到 因為我們經常會要帶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主角啊 他們從哪裡到哪裡 外觀 對 或是他開完進行車要回到家 他家門口發生了一些故事 所以我們要把整個家的氛圍 要把裝飾成跟三四十年前的樣子一樣 那這個房子是哪裡找來 是人家正在住的房子嗎 對 也是人家現在住的房子 但是你的外觀 還是要給他做一個裝飾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段的話序 這房子還有人住嗎 這個是雜貨店 第一次去勘警的時候 他把一個廢墟變成雜貨店 這個是阿芬看了一下 然後進到廚房裡面 這是花蓮老家 這是真的他的花蓮老家 然後地板是地板 這當然是我們在想說 怎麼樣用有限的預算 這個好像是在家裔 家裔用一個日式的建築 然後把它變成他的 我做到他滿開心的 喔 停在這裡看 好好地看一下 這其實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細節 這個沒一樣 你萬一弄一個不合 穿斑了 就穿斑了 因為這樣這裡是 蔡家二代 就是糾紛結婚之後 反過來的房子 然後因為這個的做法太現代 所以我會把它全封 然後做成跟隔壁這個一樣 我們做這種設計從這裡 原本然後到門口旋風 然後做十字牆 形式的 大家好 我是李恩 我們現在裡面正在拍 江秀芬師姐的大愛故事 裡面正在拍 所以我們現在小聲一點 那為了要呈現當時 秀芬師姐家裡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特別把這樣一個場景 你看改造成 你看連這個 你看這個 我們的油桶都是做出來的 有沒有特別的 非常的精緻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真實的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看你手都摸下去 它是軟的 還有大家看到 這個是早期 住宅上面才會放的 這些碎玻璃 這些碎玻璃 主要就是房子小偷爬進來 所以我們為了還原 江秀芬師姐當時的那些 民情 那些風俗 所以我們特別美術組 這麼這麼用心 然後這麼真實的 能夠打造出這麼漂亮的一個道具 好有意思喔 我們剛剛看到這樣的畫面 剛開始看到的是 阿芬的老家 就是在花蓮 媽媽開的家雜貨店 那這家雜貨店 我們是用 我們在南部地區 有一棟日式的建築 那與其說建築 倒不如說是廢墟 對啊 看起來就是一個廢墟 看起來其實就是一個廢墟 但是因為我們要藉這樣一個廢墟 我們除了裡面的一個擺設以外 另外最重要是外面 外面如何把它擺設成一個掌握店 這個就是我學問了 因為你掌握店 第一個你年代要對 年代的感覺要對 第二個裡面的小道具 也要符合三四十年前的那種道具 我們不要講說 不要講別的像汽水瓶 就跟現在的汽水瓶不一樣 那還有以前可能會有一些什麼 枸杞茶 枸杞茶 還有我們以前一些小零食 那這些小道具 可以說這個繁不及窄 太多東西需要去擺設 細節 對很多細節 那另外我們這齣戲裡面 我們說要展現的就是一個梅子 一個淹梅的一個意涵 也就是說阿芬的幸福修煉 它是從一顆梅子 呈在樹上開花結果 然後結成果之後 我們把它摘下來 淹成梅子 編成一個酸酸甜甜回甘的梅子 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也是跟我們這齣戲 我們在設定這樣的一個雜貨店的時候 這也是我們在裡面埋廠的這樣一個 生長的一個意涵 就是回甘的意涵 幸福在經過修煉之後 所得到一個甜美的一個結果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場景 那種髒髒的 你說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是這一個嗎 警察局 為什麼會變這麼髒髒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回復一下當時的一個情況 因為三四十年前那時候好像是 好像不知道什麼水災 納利風災或是哪一個風災 我忘了那個名稱了 還是八七水災 我不知道我亂講了 應該不是八七 應該沒那麼久遠 因為警察局他那時候可能地勢比較低 那有受到風災的一個影響 整個淹水 那要做醬淹水的一個場景 那說真的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是做淹水完之後嗎 要真的要淹水那個不好演 淹水完 淹水完 然後一片狼藉的情況 來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段很有趣的一個花絮 我們用講的 要倒不如用看的 好 來 這麼乾淨的牆 要把它弄髒就對了 本來會希望 他把所有東西都要弄髒喔 但是實際上 然後還要讓它乾掉 困難 因為 畢竟我們的派書爪 是實際上有在操作使用 然後我們也會擔心說 把那個水管 毒素 造成人家要 使用上的一些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 要把東西弄得這麼髒也不容易 這邊挖一些土 然後去那邊做泥巴 然後因為剛好這裡 這個做起來都是泥巴土 去外面 去外面找土 剛剛一來到現場的時候 製作組就跟我說 你要不要先去看一下廁所 然後我一走進去就覺得說 這 這簡直已經是叢林野戰了吧 我覺得 道具主任太厲害了 太辛苦了 我的天啊 等一下 要清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啊 它是設定好的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看到哪裡就不好 然後就弄 這邊弄一點 那邊弄一點 然後一桶 兩桶的沙 就這樣一直撒下去 我撒的時候很痛快 在收的時候 它更痛快 因為我們只要弄一個小時 我們收可能要三倍的時間 才有辦法阿嬤祠願 而且每一樣東西都要不弄 哦 拜託 謝謝 其實還是會有用 沖沖沖 刷刷刷一ptions 所以它是不是 它淹水碗豆 它是幫忙清掃是嗎 哦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其實就是阿芬的工作修煉 這是他第一個最大的修煉 就是一片狼藉的警察局 他怎麼讓這個警察局 能夠恢復到乾乾淨淨的原本的模樣 但是這樣的一個場景呢 其實最怕的就是像這樣的場景 為什麼 這個比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廢墟 我們要重現花蓮的舊石的雜貨店的那個廢墟 更花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你廢墟我只要把它重新裝潢過 重新弄好就好了 這個不是 這個是反過來的 好好的東西要給它破壞 它是好好的一個東西 你要給它破壞掉 你要去外面挖泥巴 把泥巴塗在牆壁上 塗的滿滿都是 你還要找一些草啊 石頭啊 或者是一些樹枝樹葉啊 把整個場景給它弄的亂七八糟 這樣也就算了 我們這樣花的時間 可能需要花三個小時 但是不好意思 等你拍完戲之後 你要花六個小時給它恢復 為什麼要恢復 因為剛剛講過這個是還在使用當中的警察局 而且是他們警察局真正的廚房 天啊 所以你看他們要等於要停工至少要三天的時間 讓你這個場景可以順利去拍戲 所以這也是我們這一次劇組 他最三腦筋的地方就在這一場 這個場景 所以我們說我們在戲劇畫面上所看到 就說阿芬他很小心翼翼走進這樣一個一片狼藉的廚房 還有這個廁所 我們看到的只是短短的不到一分鐘的畫面 但實際上我們可能花了三天 花了三天去去布置這樣的一個場景 不過這個場景還是在我們可以控制 我們人為可以控制他的環境 兩種東西最難拍 小孩跟動物 這齣戲遇到了小孩是不是 對這齣戲 其實因為我們講述的是阿芬 他家庭的修煉 那因為阿芬他要帶著小孩 然後他的公公又是這個 孤母打冠嘴到那個 身經大條的媳婦 所以說這個阿芬在他的家庭修煉當中 他也面臨了 他自己本身認為是一個難題 其實我們一般都是遇到都是 都是婆媳問題 那我們這齣戲遇到的是公媳的一個問題 實際上這也是一個 我們溝通上人際之間溝通上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誤解而已 實際上公公都是為他好 公公也是為了這個家好 那只是說阿芬他本身 那時候他可能年輕嘛 他比較不懂 不了解這樣的一個磨煉 等到他慢慢有年紀了 就可以懷念公公原來當初 他對他的這些嚴格的要求 其實都是對他好的 而且是對這個家庭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可以看看 剛剛所提到的最難拍的就是 小孩 小朋友跟動物 我們這次都沒有動物 小朋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他沒有出來 一杯杯 一杯杯 他有點睡著 來 來 走啦 好可愛的小朋友 第一次來的時候就是要拍他睡著了 然後他原本還在那邊 就是睜大眼睛看著大家 但是大概過了五分鐘 他就睡著了 這不容易 你要不要講控制小孩 就是這個要讓這個小孩呈現一個 這個是在第七集跟第八集出現的這位小朋友 那這個其實我們要強調一下 就是我們大概劇場 我們連拍攝的時候都要注意到一個真實的情況 真實的一個場景或是真實的演員 那這個就是小baby演員 那為什麼會用小baby演員 因為你小baby演員才會真的看得出 我們小baby演員他可能會有一些表情 他有一些什麼樣的情緒反應 這才是一個真實的一個場景 一個故事 因為我們一般有些外面商業台的戲 他可能為了考量到成本的因素 那小baby 因為小baby說真的 你要發這樣小baby的演員 我們一樣也要花費一個演員的費用 對不對 他給他節省這筆費用 或者是讓這拍攝可以順利 因為小朋友比較沒辦法控制 他就用一個假的小baby 或者甚至就是把這樣的劇情給他改掉 就是沒有了 他只是杯子而已 但是這樣的話 你跟實際上的情況 實際上可能 我們公公在指責你的時候 或是在教導你的時候 他可能小朋友會哭 會哭鬧 那這樣才是真正的 真實的家庭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不會去節省這樣的一個 我們節省這樣的一個情節 我們還是會用這樣的一個真實的小baby的演員 雖然是拍攝起來的困難度會比較高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克服他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我們拍攝上的修煉 用心嘛 對 好講到這個要控制 可控制的變相 天氣就可以控制 對不對 我們不要做大場面的龍捲風 我們拍下雨怎麼可以吧 這個是下雨 我們先來看再來說 好 分享 來 開嘴 開嘴 我們大家怎麼往用走也啦 hoc Drum 持臉 穿著 老頗 持臉 持臉 寂寞 而且這個不能解決 aha 他們他們沒有聽到我們裡面 其實已經講完話 因為不能再重開的車子 因為要在車子裡頭開的車子 比較慢漢停 我打開之後就不趕下去 是一定要趕快 天啊 怎麼會這樣 他喊台廳喔 我喊台廳上去三名派市場 那三民法司所謂所長 說阿芬姐 阿芬太套奉落後 你如果來在散會 我說是啊 我們叔叔說關懷愛風雨無阻 那一次成功了 對 頭銜啦 頭銜啦 他外頭那個花掉了 或是萬一笑場就累了 對 我們剛剛的畫面 就是我們的 我們在飾演阿芬師姐 他們一行人 師姐們他們去關懷 我們遠景 他們要送花給遠景的 這樣的一個畫面 遇到大風大雨 那大風大雨在我們的戲劇 在我們大樂劇場是很常見的 那包含我們之前很多戲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 不管是隨隨年年 或是我家的美好時光 都有一樣下雨的這樣的畫面 那因為下雨的戲 第一個 他的光 他的燈光 因為都下雨會比較暗 所以說你真正 真正下雨的戲 我們是沒辦法拍的 光度不夠 對 光度不夠 那你也沒辦法打燈阿 對 而且你也沒辦法預測 那個雨到底哪時候下來啊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是不是要用做的 我們要找地方上的一些自來水車 或是消防車來幫忙 幫忙灑水 另外我們要準備大的電風扇 用吹 吹電風扇的前面 我們就拿樹葉放在電風扇上面 吹啊啪 這樣大風大雨的感覺就會出來了 但是這樣的一個風雨的畫面 就會有個壞處就是 剛剛你所講的 他沒罵NG 你只要一NG就很傷腦筋了 因為你就把演員重新saddle了啦 對 你們要重新化妝啊 連衣服都要換啊 對 這個這個這個 不過這樣的一個風雨的畫面 或是風雨的劇情 那剛好也是反映 就是我們要凸顯 就是我們的師兄姐 他們在做關懷的時候 是不論風雨的 沒錯 不管是大風大雨 我們都要前往 那因為我們關懷是不能等的 這也是我們持續的一個精神啦 那不管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都要趕快去雪中送壇 很好 好 接下來看到喔 吃的吃的 是 這是做蘿蔔糕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做蘿蔔糕 好來 我們在這戲的後面 我們可能會看到比較多 就是好像會有很多話題繞著那個 真的真的 蔡桃貴啊 白首長這個上面 他是一個婆婆想要傳承下去的一個意義 以前師姐年輕的時候有問過婆婆說 為什麼過年過節你要這麼的辛苦自己做 買不就好了嗎 那婆婆其實一直等到秀芬師姐自己要做 需要她的小孩幫忙的時候 她的小孩也同樣問了同樣的問題 婆婆才說出說為什麼要這樣做的原因 其實就是傳承 靠靠靠靠 來啦啦 來啦 尤其是現在這個社會 我們好像很少會有年輕人 願意跟著媽媽學媽媽的手藝 我自己也是 就是等到媽媽不在 你好想吃媽媽煮的菜 你都吃不到 你才懂說為什麼要學這些 秀芬師姐也想要延續下去的 就是在於這個最傳統的味道 我們只拍上半部嘛 演員真的不容易也要超有想像力 不過這一段剛剛我們可以看到有一段就是 我們桌面上是沒有擺蘿蔔糕的 那演員只是裝個樣子裝個樣子這樣 那實際上他們是在幹嘛 我們在等那個蘿蔔糕 為什麼要等蘿蔔糕 因為我們真的是在爭蘿蔔糕 這也是我們在花絮上 我們要特別強調就是 我們不管是真人真事 我們還真的道具 我們在第二十八集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還真的把蘿蔔 我們真的買了一整箱的蘿蔔 那給誓言阿芬的兒子跟女兒 他們去削 削那個蘿蔔 我們還真的買了一堆蘿蔔來削 削完之後我們還真的把它打 打完之後還真的做了蘿蔔糕 那我們在第三十集的時候 我們後續大家關係的重點就可以看到 我們在三十幾的時候 我們還真的去榜蘿蔔 而且我們還綁了很多蘿蔔 那為什麼我們要大張旗鼓的去做這些真實的道具 真實的實物 那就是為了要展現真實的劇情 那這樣一個真實的劇情 它其實要傳達就是剛剛 我們剛剛可風所講的 其實我們要就是一個傳承 其實媽媽為什麼都會訓練 公公婆婆 為什麼都會訓練阿芬 你一定要把家庭的一些 珍貴的元素 不管是我們的蘿蔔糕 或是我們的樹種 或是它的菜 它的煎豆腐這些 其實它就是一個家庭的傳承 把這些菜 把這些傳統都能夠延續下去 而且在延續傳統的時候 其實是在延續一個記憶 一個人 你以後看到蘿蔔糕 你會想到誰 那個時候才會讓你對這個食物 產生一種情感的連結嗎 其實終究還是在懷念一個人 那如果透過食物這樣傳下來 我永遠記得這是我媽媽 然後下一代說 這是我外婆 我的奶奶這樣 也就是我們這個家 家的一個傳承 家的感覺 家的感受 家的溫暖 好 所以呢 今天光榮跟我們講的 這個很多這個幕後製作 你就覺得 對這個戲 就覺得充滿了非常多的 全新的心情在對這個戲 是 那你剛剛說 我們今天是要播第24集 24集 這戲總共有30集 對30集 我們後面還有6集 然後所以這個已經到最後了 越最後是越精彩的一個劇情 希望大家都能夠持續的觀賞 然後光榮還要跟大家預告 原來我們在大愛劇場的臉書 也有活動的 對我們這每個禮拜五 我們都會推動一個叫做 娘子阿芬大方送的單元 那我們這個 這個星期啊 是應該是第 第五 對 第五 第五個單元的 娘子阿芬大方送 這是一個網路的直播 有獎爭達活動 也歡迎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朋友們都能夠參與我們的臉書直播 是在我們的大愛劇場的搶先看 不是 在大愛劇場的線 就是要大愛劇場 官網的臉書 好 那大家一定要上去搜尋 或是等一下光榮把這個臉書的連結 貼到我們那個臉書的直播的留言下面 大家進去 不要忘記要按讚喔 是 然後這樣子有直播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喔 對啊 那今天也非常感謝我們的 我們聽眾朋友我們的粉絲 記策師兄 那感恩 我們還有我們的 很多香香師傑 瑞芳師傑 感恩您 在我們的臉書上 來跟我們回應啊 尤其記策師兄啊 他非常的感觸 因為他剛剛看到我們的花絮 他也感觸 他曾經也參與我們的大愛劇場的演出 他的臨演 但是他那臨演也是蠻辛苦的 他那臨演是在馬路上掃地 他說掃地 掃完了 喊咖 我們再重來一次 那重來一次 他又要把剛剛掃好的樹葉 再把它掃 再掃一次 我不知道他那樣去拍了多久 但看得出來還拍蠻久的 真是感謝大家 不但是我們的聽眾 其實也實際參與了我們大愛劇場的拍攝 對 那我們祝福大家菩薩道繼續精進 有一天大愛劇場就來拍你 對沒錯 拍你的故事來寫你的大葬金 是 好 那今天呢這個我們 最後呢我們就來欣賞這個 我們大愛劇場的片尾曲好了好不好 對阿芬的幸福修煉的片尾曲 片尾曲 好那今天節目就在這邊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個禮拜啊 同一時間再跟大家線上見面 拜拜 拜拜 謝謝光榮 謝謝大家的收看收聽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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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酸甜的果 不放棄的精神 靠自己振作 挑戰 失敗 時間催戀的問候 釀出勇氣以後 努力感受人生的經過 冬天開花的美呀 普通世界的美 成長的路 一起勇敢向前 成熟落下的美呀 有個小小心願 愛自淡定 回歸自然的美 最後有一刻 愛人的心就足夠 來自大地 回歸自然的美 最後有一刻 愛人的心就足夠 下酸 premium 臺 對 他師走 launch 感谢观看